其實齁,我在國外跟在台灣,我又感受到很大的差別 就是說除了有些人像這種就是完全不知道應該要讓 甚至於惡意的擋救護車的這個情形之外 其實我有一個很深的感覺就是說 台灣的駕駛人齁,在遇到救護車的時候他其實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譬如說像我們在國外很多國家齁,你知道看到有救護車 你就會發現路上的車子,它不是只有像台灣這樣停下來 而已,就是說他們的車子會主動的往旁邊讓 盡量開到旁邊去,會整個全部所有的車子就往旁邊閃這樣子 然後擠在路邊讓這個救護車過去 我想這個署長一定也很清楚 可是我發現在台灣的駕駛人齁,他們其實是有心要讓 可是他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覺得好像大部分的人就只好譬如說停下來 或者是減速,或者是因為台灣有時候交通又很擁擠的時候 他有時候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我覺得齁,這個是一個基本的一個教育的跟學習的問題 那是不是因為這個人命關天啊,當然對有些在救護車上的病患來講 這個一分一秒對他們來講都是有很大的一個差別 那是不是在這個部分可以要求譬如說你在考駕照的時候 這些類似的這種學習跟教育應該把它放進去 就是說對於駕駛人,他應該知道就是說當遇到救護車 當然還包括消防車等等 他應該要怎麼樣處理,怎麼樣讓 因為我的感覺啦,就是台灣的這方面的教育似乎相當的缺乏 這一點齁,我不知道這個衛生署有沒有研究過相關的問題 好,那個我想我先提一下齁,那麼大概目前已經有修正救護車的管理辦法 好,那麼就是說有廣播設備的時候啊,那麼除呼叫身外 可以叫駕駛向左向右,這個大家必須要徵守,這個目前有 那另外當然第二個就是教育 你說在救護車上有廣播,那現在已經有了嗎?還是未來要徵設? 最近未來,這個才... 就是未來會徵設嗎?因為我們還沒有聽過這樣子 最近會徵設,廣播啊 還有剛才你提到的,其實有時候呢,除了教育以外呢 另外一個就是比較重的處罰 像我們在美國開車的時候,因為碰到這個...這個斑馬線啊 那麼如果在上面創始人的話,有時候會... 甚至最高可以到死刑,所以大家都很小心 那在台灣大家就比較不會讓,這個有關係 是,我覺得是這樣啦,我其實不太... 不太贊成台灣什麼事情都要用處罰來... 來這個,因為很多東西是你最好不要動罰嘛 就是不要發聲是最好 那這個東西,其實你只要有適當的教育 那個...其實大部分的人都會...都會遵守,都會理解 譬如說,他有時候會擋住的時候 你...你其實應該要教育他 為什麼我們遇到救護車要讓? 那要怎麼讓?怎麼個讓法? 那我覺得這些東西,台灣其實有很多這種基本的教育 我都不知道我們在學校學那麼多,像我們這樣從小學念到大學念到研究所 台灣的教育真的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啦 很多基本的這些嘗試沒有教 那是不是,在考駕照的過程當中,應該加入這一條 加入這一塊啦,就是說... 你現在是改善救護車嘛,那或者是說對於開罰 我會認為啦,如果他在考駕照的時候應該加入這個 起碼你在比試的時候,應該要加入這些 然後讓他知道就是說,遇到救護車的時候他應該要怎麼處理 因為我看有些人想讓都不知道怎麼讓,我真的不騙你 然後就只好,就是處在那裡 那你在台灣的那個兩線道的車,你車子停下來沒有用嘛 因為救護車他還是過不了啊 我在美國都是,不是在美國,在美國和其他國家都是 那旁邊的車子看到救護車後面開不過去,他會開到安全島上耶 會開到人行道上,趕快讓救護車過去 我想這個署長你都看過 可是台灣的開車的人他就覺得說,我可以這樣嗎?我要怎麼樣?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只好停在那裡,停在那裡沒有用啊 他在堵在車陣中,他沒有辦法 所以即便在塞車的時候,其實如果你車子全部讓開,讓出一條線來 救護車還是可以過得去的,我們在國外看到,常看到這種情形 可是我發現在台灣沒有辦法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缺乏教育 就是說,在這個他在考駕照的時候齁 你如果加上這個,然後大家你在宣導,那大家就知道說 哦,原來我遇到救護車的時候,我可以往旁邊擠 我不是只有停在我現在這個位置不動而已 哦,那我覺得這個差別很大 所以我覺得應該積極的教育,那這個宣導 然後再加上我說了,考駕照的時候加入這一條啦 因為,那國外的開車的人都知道要怎麼辦 為什麼台灣的人不知道,那我覺得一定是有一個環節 沒有做到啦,才會有這種事情 所以我是不是在這邊很積極的建議這個衛生署齁 像這種小地方,不然的話你每次譴責這個開車的人齁 有時候我覺得這個,不叫而殺未知虐嘛 我們常這樣講齁豪還是要教育一下 那最后这个时间的关系 我还是希望我们看到这个医生过老死的部分 那我之前也讲到护士 包括我们的医生 那表示说台湾的这个医院的这种 人力的这个制度的管理 真的有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是不是还是再一次用一点点的时间 希望卫生署能够严肃的面对这个问题 我们不希望给他们这么一个恶劣的工作的环境 这会影响到整个病人就诊的品质 当然也影响到这些医护人员 他们自己本身的人权 所以我想是不是在这边 还是一样再次的要求我们卫生署 针对这个问题严重的正视它改善它 那么不然的话这未来还是会层出不穷 好谢谢 好我们会努力来朝这方向努力 谢谢 好谢谢 接下来请黄苏英委员寻导